欢迎回到深入阅读说书会 尼特族的家庭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对内田人数发问了 那内田人数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请Angel 对不起 Arene来说明一下 好 作者提到尼特族面对最大的 就是我们面对尼特族这个最大的难题 根本是在尼特族他就是以站在他是消费者为主体 他认为就是等值交易 他一直坚信着他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他们一点都没有想要做改变 因为他们从小的价值观就是这样 那如果把他赶出去了 就不要让他过这么爽的日子 就把他赶出去自己去保存活动 他把他赶出去他还是带持着 就是他还是保持着他是消费者为主体 这样子的观念 他还是不会去工作 因为他认为我去工作付出了我劳力 那没有收到相等的回报 那他还是不会去工作 作者认为要从根本就是从他们幼儿时期扎根 就要把他们这个消费者为主体的这个身份给他拔掉 就是说可能在他还没有入学之前 他小时候就是可能帮忙做做家事 让他参与劳动跑跑腿啊 去建立他这个可能透过劳动带来的成就感 让他不要认为是说我是透过消费有付出收到回馈 就是可能我去买东西付出金钱 得到一个得到可能一杯饮料或是什么 这样子消费者的观念 来就是看待整个往后的世界 这个才是解决尼特族根本的原因 但是那要从小去改变 从小就要开始做了 让他没有机会变成尼特族 是 作者他认为是说 要从小的家庭就开始做教育 而且这个小是要你还没有入学之前 其实这样子的观念 就会生殖在小孩子的心中 就是要在小学一年级以前 就必须要建立他要工作劳动 劳动可以获得 对 劳动是有意义的 对 嗯 所以要解决尼特族 就是要从家庭教育做起 让他知道说 你付出劳力会给你带来成就感 并不是只有说 等值的金钱回馈要相等的你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 不是等值交易 就是要把等值交易这个观念 还是要完全拿掉就对了 对 是的 嗯 OK 好 那下一段呢 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小孩已经长大了 他已经是尼特族了 那家长又该怎么办咧 我们下一段继续讨论 真的 还发给我 好